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6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 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繼續研究香港的大都會案件 我們也跟大家 探討英國 當然有很多 社會問題 我們上一節 比較簡單跟大家說一說普遍英國的問題 以及 香港的問題 對比 我們繼續承接那個話題 因為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是 又發生了一宗 嚴重的命案 在香港 這次發生的地方是大埔 泰和村 由於YouTube實在太敏感了 很容易把節目黃標或刪除 雖然我們現在是被停止了盈利 但是我們也盡量避免 所以我們說這些案件的時候 字眼會很小心 敬請各位注意 如果你 不清楚現在我們在說的是甚麼案件的話 相信你 很快速上網去找一找就將會找到這個案件 我們承接到上一節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研究 香港是 不尋常地出現了很多 不是原本的社會的社會問題 忽然之間 好像是大爆發一樣 在香港 各大階層 不斷發生 這一次要說的泰和村的案件 最新的資料也走出來 現在 已經知道的就是這宗案件 似乎又是跟 一個爭奪業權有關 一說爭奪業權 然後 發生案件 大家當然想起就是最轟動傳承 這個叫做蔡天鋒案件 蔡天鋒案件 目前 就是按照 香港警察的版本進行審訊 這節我們不是要再說蔡天鋒案件 而是說香港現在忽然間多了很多 罪行 說跟業權爭執有關 很難想像就是 原來真的是 人為才死 了為食莫 以前的香港 也不至於 會不停發生這些事 但是今天 不知為甚麼 這樣的案件越來越多 我們這一節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得道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是因為受到政治打壓 其實 我們真的有些聽眾 真的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們 政治立場 以及我們的行動 再加上我們 香港議會籌委會 委員的身份 當然是使得我們受到重點招呼 我們當然 被打壓的程度 絕對 其他 KOL當然不能夠相比 原來真的有很多聽眾 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再說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中文的YouTube主要由新加坡負責 而新加坡的公司已經被 中國共產黨的大量 控制的人員 控制了 所以你會發現 絕對吻合我們現在遇到的情況 因為他們的權限 也未去到 可以將我們 徹底整個channel 那麼容易刪除 但是他們可以不斷地 透過 種種的限制 去干擾我們的營運 現在就是最佳的例子 正在干擾我們的營運 對我們構成很大壓力 有見及此 我們也真的會 思考 其他繼續經營本台的方法 我們最近也有 聽眾跟我們聯絡 希望 推介加拿大的事情 我們也正在 拿著詳細的資料 很可能會出現 我們本台的廣告 請大家 支持一下 我們也不是 真的是第一次廣告 我們也有VPN廣告 VPN廣告 非常非常多YouTuber也有賣 長話短說 我們回來研究泰和村案件 這宗案件發生在6日 發生在早上 一宗悲劇 因為 兩人 離世 一個 發生在單位裏面 另一個 就是在 亨和流 的平台上 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消息 這兩個 分別 是已經離世的人 他們並非夫妻 亦都並非在 地址 涉案單位居住 但是 就是發生了 這種事件 根據現在 已經知道的內容就是跟 業權的爭拗有關係 我們當然 只能夠按照目前已經知道的資料做分析和推測 你說會不會再發生 那些很嚴重的炒車 這個就是不敢排除 我們只能夠按照 已經知道 的事實 因為始終 香港的資訊 很大程度上 到最終 你說現在 是誰公佈 公佈的就叫做香港警察 所以 當然 有很大的質疑 到底是不是等於 警察公佈了就叫做事實呢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有很多問題會發生 是不是警察通緝的人就是罪犯呢 如果警察通緝就是罪犯 那就大件事了 有大量 香港的民主派 反對派 香港的民運人士 全部 變成罪犯 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既 不能夠接受香港警察提供的資料就等於事實 另一方面 在某些案件我們又必須要 將他當成是 已經知道了的事實 其實 現在是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 香港政府公佈的資訊令人搬信搬疑 也是香港政府自己造成 根據現在公佈的資料就說 兩個離世的人 是 舅父和外生的關係 因為 跟業權問題就是有關 也不知道 是不是涉案的這個單位 只是知道現在牽涉的 發生 這件案件的位置 在泰和村 在泰和村 未必在說他們的爭議就是在說泰和村單位 翻查資料 這個 大埔泰和村 雖然就是公共房屋 其實泰和村已經 可以買賣了 因為 部分的公屋 其實是有對 公屋居民出售 泰和村 應該 全部是可以賣出來的 所以當然他說有 業權的糾紛 有可能 跟泰和村有關 有可能是無關 因為有機會 牽涉其他 家產 這些問題經常發生 但是你說去到要用這樣的方式去解決 其實 絕對可以說得上是悲劇中的悲劇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分析了這個 英國普遍的社會問題 以及香港的問題的本質 他們是不相同的 香港現在發生這些案件 居然是很多 已經 成年的人 不是青少年犯罪 不是黑幫分子犯罪 不是街頭兩批同黨 或者兩批 不同的 黑幫 爭奪地盤 或者叫做義氣之爭 跟著發生都會案件 而是發生在一些成年人身上 而且 一而再 再而三 又是跟香港 這些業權爭議有關 不禁令人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 香港 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病得那麼嚴重 當然我們也相信跟香港 經濟下滑有關 因為如果 經濟繁榮穩定 每個人有錢穩 當然我都知道 不會發生這件事 經濟不再繁榮 沒有錢穩的原因 不在於 香港發生示威 而是 香港是示威 政府 政府 帶頭使用暴力去鎮壓 然後當沒事發生過 繼續 天天跟你說欣欣向詠 這樣 是沒有人會接受的 全世界的人都不會接受 大量的香港人也不會接受 大量的人就離開 大量的人才流失 當然是導致 香港的經濟 開始崩潰 經濟崩潰 會當然是 更加大 的生活壓力 本身香港的生活壓力 就是相當相當之高的 現在很多人走了 好像人少了 鬆動了 但是經濟壓力 一定是繼續存在 那麼大的經濟壓力 本身可能不是覺得要用性命 雙搏 去爭奪的東西 在經濟不好的時候 出事了 可能 想不開 可能覺得 差一點點錢沒有飯吃 給了對方 那一條氣就不信了 就發生這樣的案件 這個是我們 最簡單看到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社會的怨氣 怨念 已經 說了問題不分和藍了 因為其實 有很多 沒有支持過 示威的人 其實他們也很後悔 覺得原來又好像信錯了你這個 不義的政府 有那麼多問題你沒有解決過 說要搞夜市 昨天無線 新聞跟你大大力唱 重點發展 又來機遇 我當你有機遇 一般大眾 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過 完全沒有 建公屋 不建 簡約公屋 又說建 就是 啟德 啟德的業主 叫救命 大量樓盤 中伏 然後大量的業主 不是 虧錢那麼簡單 虧錢 也可能是 情願 你給我住 你給我買 是上不了會的 我中原你招 你下一期給我劈價 銀行就跟我說股價不足 然後就上不了會 這個狀態 累積了那麼多怨念 早前跟大家討論過這個鬼神的問題 其實也很簡單 所謂鬼怪 所謂邪氣 其實這個一定是跟怨念有關係的 怨念沒有消解過 你想當沒事發生 是沒有可能的事來的 就算我不是跟你高高講 舉起說政治的問題 是不是 你發生了的 這些是怨氣來的 這口怨氣 沒有抒發過 沒有人嘗試解決過 那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可能短時間 沒有辦法 就可能是 做事極端一點 淘大 鑽石山 可能就是這些案件 其他 看得 大一點 的人 的人 有這股怨氣怎麼辦 跟你到死世相隨 最簡單的了 我們不甘心 不會給你 好過 這個是你種下來的 這些是因果 香港 一定是有反誓的 問題 你可以繼續累積下去的 你累積下去的 最終 怨氣就最大了 報復的時候就報得最金 其實就是如此簡單 天理循環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把 把 為什麼 你 疑